还是张生用来这个抽这个鹰鹰的 哈哈,现在来到了普舅寺啊 这里是西乡记爱情故事的发生地 在寺庙里发生的爱情故事 我们现在就去里边看一看 这个可以谈情的寺庙是怎么样的 走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舅寺 好,一进这个寺门 就是一个陡峭的台阶 大钟楼,往前走就是 哎哟,好陡啊,这个台阶 大钟楼 上面要挂这么多锁 都生锈了 这里也是 哎呀,情定西乡啊 象征着爱情的锁呀 这些可都是爱情的枷锁呀 这些可都是爱情的枷锁呀 从这个大钟窝穿过去 然后 从左边还是右边上 从右边上 从右边上 走,往上走 这一路上都是这种锁啊 这能锁得住爱情吗 这个吉祥古楼 这个锁住了啊 不让进 雷三声免去四季烦恼 击一股 接来八方才圆 哎呀,可惜不能去瞧一下呀 上来就是塔院回廊 登了宝塔 将回廊绕遍 就是这里 好多莲花灯呀 绕着回廊将塔楼转遍 这就是回廊 好多莲花灯 哎哟,这里漂亮 这边好,这边好 这边好,这边好 好,比那边好 这个就是莺莺塔 这个莺莺塔 这个莺莺塔呢 之所以叫莺莺塔 就是因为 张生和莺莺的故事 爱情故事 就发生在这个塔下 所以这个塔 又叫莺莺塔 哎呀,浪漫 在寺庙里谈恋爱 好浪漫 在寺庙里谈恋爱 好浪漫 这个塔 还是一个回音塔 在这边敲石头 那边还能听到 现在也不给登上去了 转一圈 大熊宝殿 梨花园里很多经验的故事 哎呀,这人做得挺像啊 这个就是西乡记里的西乡的两个字的来历 莺莺和胡娘的居室 好浪漫 哇塞 好浪漫 我们去莺莺的门 看一下啊 哎呦 哎呀 莺莺小姐住的地方 哎呦 莺莺和姑娘 很漂亮啊 长得挺漂亮的 看到没 正在读张生的诗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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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风 护半开 和墙 画 一世 遇人来 琴师 和墙 这边 这墙 这墙 这么矮 张生跳墙 的地方 哎呀 哎呀 这墙 很浪漫 这个是藏经阁 旁边就是个书院 这后花园的这些办公楼啊佛教协会啊有点摇动的感觉啊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是莺莺小道啊 我们在上面走一走 瞧这个石头,它就会发出哇叫,我们试一下,有吗?有叫声吗? 能听到哇叫吗?怎么听不到呀? 塔下的人可以听到吗? 哎呀,手都敲肿了,也听不到 这个台阶的石柱上面全部是蛙 看看这个小青蛙,一个个被摸的油光正亮的 啊,不错不错 啊,小伙子,不错,加油 刚刚我敲那个石头,没有听到哇声啊 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可能操作的不对啊 好,继续往下走,准备下山啦 后花园,这里是去哪的? 哦,就是刚刚我去的那个地方 好,从这里走下山去 这里又是个啥?看一下 这是一个旧的寺门吧 浦记,浦旧寺 旧寺,旧寺门 基本上算逛完了啊 那边是啥? 这边没逛,还有一个天王殿 穿过天王殿就是菩萨洞 现在关门了啊 刚刚我是从这个中轴县上去的 这个右边这一排建筑都没看 这个禅院就是在中轴县的右边 枯木塘 枯木塘 这颗椅子是干啥的? 还有鞭子 干嘛的? 这是啥? 谁不听话就抽谁吗? 还是张生用来这个 抽这个鹰鹰的? 这个东西 历史未解之谜啊 这是个舞台吗? 这是个舞台吗? 情景剧 晚上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情景剧 这里还有一个月老店 这边 迷勒店 逛了将近两个小时啊 逛完了 不错不错 非常不错 主要是这里啊 既有这个爱情故事 文化故事 而且里边的建筑也很漂亮 啊 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这里的票价是一个成人六十块钱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 有那么一点点小贵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推荐吧 推荐大家 来到山西永济的时候 可以过来玩一下 又吃雪糕 哦 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在这里 普救斯塔 那值了值了 60块钱值了 我遇到了一位大师 大师级别的摄影师 那个就是一般拍照啊 既可能跟女同志测一点 测一点 男同志正照 哦 没有女同志这么照 只有男同志这么照 啊 女同志测一点 如果烧胖一点呢 给男同志后边淡一点 哦 就显得男的 女的比较苗条一点 哦 再一个照相要收服 收服 收服就听拔 听拔你就高 相对的高那么一点点 照出来 人有人有精细神 嗯 再一个照拍照 刚才说了 你拍这个节奏 人少的情况下 就可能不要把它照在他底下了 他底下啊 把它拍到边上 人多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 把他照在中间 哦 这样是人多力量大 你人少拍到底下 刚才就是 他不压人 啊 你不用拍看 你拍那个全形 他不压人 他不压人 人不当警 人不当警 这样的话就是 你把这个照片 把这个移长相 把这个广场 把屁全部摆到里 嗯 叔叔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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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会 你过去 我在那摆摊的 那筛筛筛的字是我写的 戴月西乡下迎风互败开 隔墙花雨洞,你是渔人 就是那个字 那就是西乡记的经典 你把这首诗读读了 你就今天没有白蓝褥蜂 请王大师来给我送一句祝福的话 食物老地,旅游快乐 种不种? 种,感谢大哥 好,感谢大哥